一个丫头骗子,聋了就聋了,迟早是泼出去的水,有什么好看的 你在胡说什么,欣欣可是你亲孙女,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你就忍心她以后一直这么聋下去,然后过着别人嘲笑的生活吗 你朝我吼什么,你没听见医生说吗,三十多万,你从哪里来这么多钱了 我家冯翔娶了你,真是倒了十八辈子的霉,更没想到竟然还生了个赔钱货 真是丧门心,真不知道你这妈是怎么当的 人家伤孩子,又省事,又不费钱,你倒好,孩子还没满一岁呢 这又摊上了这么大的手术,我们家什么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还这么任性,不听话,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我和你公公又没有工作,要不我们出门找一辆车,一头撞死 妈,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不用在这里指桑骂怀的,欣欣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你儿子逢想的 她也有义务照顾这个孩子 还没等婆婆说话,婷婷就回房了 臭小子,你看看你娶的什么好媳妇,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婆婆气不过,拿起电话就开始摇人 第二天,公公提着个火柴棍气急败坏就来了 看着公公凶神恶煞的样子,把正坐在客厅发呆的婷婷吓了一跳 公公,你这是干嘛 你这个歹毒的儿媳妇,还知道我是你公公吗 您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歹毒 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 你说说你和冯翔能有多少积蓄,我和他妈有多少积蓄 三四十万的可不是小数目,你有这么多钱吗 为什么你们脑子都想的是钱,难道你们觉得亲情比钱廉价吗 婷婷实在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因为钱就要放弃骨肉至亲呢 你说的这么高尚,有本事你自己拿三十万啊 别说的这么大义凛然的样子 公公的一番话让婷婷哑口无言 确实他也没有这么多钱,但是他就孩子心切,并没有考虑这么多 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也觉得这是一向天开吧 赶紧的把孩子接回来,别浪费钱 公公说完,扬长而去 走的时候还称怪的看了婷婷一眼,满满的嫌弃 等到公公走后,婷婷就回到了卧室 没过半个小时,冯翔竟然把心心从医院给接了回来 婷婷立马从冯翔手中抢过女儿,然后直瞪瞪的看着冯翔 她没有多说什么,毕竟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选择的路 怨不得别人,可是她心中正在酝酿着一个反击的计划 第二天,婷婷正从房间里出来,居然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到了周北方 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了,我不能在这里吗 谁让你来这里的,赶紧给我滚出去 放肆,是我让她来的 婆婆,你 你什么你,贵方有身孕,咱家房间大,空气流通 对她安开有好处,你就不要再惹贵方不高兴 动了胎气,拿你是问 贵方,不要拘束,就像自己家一样 想吃什么,姨妈给你做 婷婷站在客厅中央看着他们 好像他们才是和谐有爱的婆媳 而她,更像是一个不要脸不讨喜的第三者 真有意思,一个外人你竟然对他这么好 而自己的亲孙女却不闻不问 你管得着吗,生个赔钱货 还有脸在这里,给我指手画脚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谢你个求求,你以为老娘怕你啊 别在这里装模作样的 赶紧走,我看见你就心烦 要走,也是你们俩走 这是我家,我的房子 说完婷婷就转身进了房 既然他们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我也没有必要藏着掖掌 给他们点好脸色 以为我是软柿子好几乎 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 买上冯翔回来后 婆婆把白天发生的事和冯翔说了一遍 而冯翔竟然破天荒的 没有找婷婷任何麻烦 婷婷也有些奇怪 难道眼前这个男人良心发现了 还是另有目的 而接下来冯翔的话 更是令婷婷惊呆的下巴 明天咱们欣欣做手术 都安排好了 我明天去交钱 你,你把钱凑好了 三十多万,怎么来的 是的,亲戚朋友借了一点 我也贷款了一部分 只要咱们欣欣平安无事 其他的都是浮云 婷婷心里听到这些话 稍稍有点欣慰 好在冯翔不和她妈一样 排斥欣欣是个女孩 第二天 婷婷在手术室外面焦急的等候着 皱着眉头 不知道欣欣手术能否顺利成功 婷婷,你不要着急 我去找找院长 和她谈论一下欣欣的病情 那你快点回来 我挺害怕的 心里一个劲没底 好好好 我马上回来 你先在这里待着 正当婷婷愁眉不展的时候 婆婆和周桂芳 竟然气势汹汹地冲到了医院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败家玩意 我们家的钱都让你给挥霍了 你这是做什么 这里是医院 医院怎么了 我告诉你 你休想迷惑我儿子 让他给你出钱 婆婆的声音吸引了周围 很多病患以及家属的目光 他们纷纷驻足观看 好 我看你今天来就是闹事的 婷婷也不给她留面子了 既然想闹 那她就陪着她闹 我就是来闹事的 我告诉你张婷 你也不看看 你是个什么鸟样 嫁到我们家里来 你应该摆菩萨烧高香了 还不知足 还带着个赔钱货 来祸害我们家冯祥 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说的赔钱货 是你的亲孙女 是你儿子的亲生女儿 她生病了 要做手术 做父亲的交钱有错吗 你不要一付 我欠你们家人情的样子 婷婷一字一句的告诉婆婆 也告诉周围的围观群众 她才是受害者 你别信口雌黄 我们家冯祥老老实实的 挣钱这么不容易 你这个做媳妇的 怎么就不知道体谅她 不让你们花钱 也是为你们好 为我好 你带着一个外人来我家 这叫为我好 我亲生女儿病了 你却不让我给她看病 这叫为我好 婆婆 我叫你一生婆婆 你觉得你有没有做婆婆的样 婷婷的话一说完 周围人的眼神就不一样了 怯怯思语 这不就是恶毒的婆婆吗 竟然连自己的亲生 孙女都不救 还是人吗 可不是吗 我以前和她一个病房的 她也没少给她媳妇好脸色看 我说张婷 你婆婆不是为你好吗 你也知道你什么样的家庭 三十多万对你来说 也不是小数目了 何必这样 让自己喘不过气来呢 正当婷婷准备反击周围方式 医院的电视里传来了一条新闻 吸引了婷婷的注意力 据最新前方消息报道 开往吊州的客车 因台风杜苏锐 导致司机方向预判错误 车上27名乘客 以及司机发生车祸 目前车上无一人幸免 什么 车祸 婷婷正为逝者惋惜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 今天是父母亲来看望欣欣的日子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是让她感到天晕目眩 这是婷婷父母乘坐的客车 这 这不是真的 如此大的打击 婷婷直接昏倒了过去 婷婷再次醒来后 看见爸妈安静的躺在太平间 这一刻她才真正的意识到 这一切是真的 不是做梦 爸妈 你们醒醒了 不 这不是真的 你们说好的 你们会陪着我 你们不能骗我 一时之间 婷婷的情绪再也绷不住了 眼泪哗啦啦的直往下流 她在婆家受人欺负 就只盼着爸妈可以带她回家 可现在他们不在了 她的家也没了 婷婷简单的给父母办了葬礼 而欣欣的手术也是很顺利的结束了 或者这是爸妈的在天之灵 保佑婷婷 保佑欣欣 爸妈 对不起 如果不是我执意要嫁给冯翔 或许现在我们还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都是我的错 我亲手把我的至亲推向了悬崖 爸妈 对不起 你们放心 你们的女儿很坚强 我一定会让婆婆她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过了几天 婷婷找到了父亲生前的律师 杨叔 我要离婚 并且我需要让冯翔净身出户 她不能分走我爸妈的一分钱 杨叔 你帮帮我 我现在需要怎么做 婷婷 你要节哀 办法倒是有 但是你要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冯翔犯了婚姻法 要有证据证明 你丈夫冯翔和周桂芳 有那方面的关系 并且你婆婆还跟着后面指手画脚的 证据 现在周桂芳孩子还没生下来 目前我也没办法让她去做DNA证明孩子是冯翔的 文字截图 视频录音 照片这些都可以当作证据 只要你有充足的把握 证明他们有关系 净身出户应该不是问题 视频 行 杨叔我明白了 记住 暗中收集 如果被他们察觉了 这对你很不利 好的 杨叔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婷婷突然开窍了 道谢以后急匆匆的回家 婷婷想起自己有部18年未用的摄像机 于是给找了出来 充足了店 然后偷偷地藏在了客厅的角落 无耻的一家人 你们给我等着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你 谢谢